那你一條死屍不躺平 難道洞在那裡嗎?是不是? 就是香港的經濟 其實說它死了是很不公道的 但是重傷我想也是吧? 問題就是重傷的原因是什麼? 重傷的原因是什麼呢? 可能講三天三天都講不完 不過就先講一下現在的傷勢吧 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中國》 這段採訪為大家簽了財經評論員黎世文先生 西文 你好 你好 我們這一集都可以先取消香港的經濟先 我們香港的經濟數據早兩天都有的了 第三句的GDP再鋁跌4.5% 上週五政府公佈的香港經濟數據 就將今年的GDP再預測 去到3.2% 那麼陳茂波又說了 香港現在就是股市樓市都淡靜了 公司利得稅和賣地的收入都減少 政府拿得千億斜值是在所難免的 但是它在年頭的時候說呢 這個斜值可能就是去到563億而已 那麼現在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它就說了 市民就沒有擔心了 因為香港有8000億的財政儲備 如果真是很不奠當的時候 可以拿來用的 其實這個訊息反映了什麼呢 是不是現在香港 那你一條死屍不躺平 難道洞在那裡嗎 是不是 就是香港的經濟 其實就說它死了是很不公道的 但是重傷我想都是了吧 那問題就是重傷的原因是什麽 那重傷的原因是什麽呢 政府有財赤就是很小事 那有儲備可以用就不用怕了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就是 其實就是可能我們這一輩人 經歷過90年代就很清楚 當年發生過的事 第一就是你現在政府的所謂財赤 其實是一個 每次香港出現這個美元很強的日子 香港就很容易進入現在的狀態 就是我們所謂的 就是我們未正式有通縮 我們現在純粹是經濟增長放緩 但是接下來的日子是很容易有 我們所謂的通縮 但是通縮的不單止是買得便宜 賣得不單止是消費物價 通縮最大的問題是什麽呢 是那個所謂的資產價格 就是股價和樓價 那股票已經下跌了 已經下跌了 最近有些反彈了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不要看得港股太淡了 因為那時候已經下跌得很厲害 另外一個就是樓 樓我就反而覺得是未開始下跌 而我時時都說 就是股價跌就沒有什麼好害怕 因為你進去交易所買賣 你預算自己有機會升有機會跌 但是樓不同 很多人買樓的那種心態就是不預算樓價會跌的 第二樣東西就是樓有槓桿 股票不是那麽多人有槓桿 但是說回頭就是 這個通縮的情況最大的問題是什麽呢 就是我們以前說的 就是我記得由98、99到2002之間這四五年 賤物鬥窮人 賤物鬥窮人的意思就是 那些東西是賣得便宜了 不過那些人是更加窮了買不起那些東西 這個情況是我們發生過的 我再強調一次 就是由大概99年到2002年 那段日子的香港 那原來香港出現通縮的日子 就是這個資產市場 股票又不行樓又不行 是政府的收入都不行 所以那幾年也是政府有財赤 不過當年的財赤就沒有現在那麽大問題 第二就是當年 因為98年曾蔭權、許氏仁和任志剛 就扶軟地入了市 你說扶軟地入了市是什麽意思呢 其實如果大家記得98年 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發生什麽事 就是當時 其實港元當然就是有個被沽出的情況 但是另外一邊商也都有香港的股市 也跌得很慘淡 那時候就說 那時候我再強調一次就是 政府強調大惡跨市場操作 其實現實就是 根本不是說人家跨市場操作 而是這些東西根本本身有關聯 他們就說到人家很惡意地去攻擊你 那好了 其實現在發生的情況很類似 就是當港幣相對其他貨幣是強的時候 那人家很自然 你這麽強我當然是沽出你去買一些便宜的貨幣 去其他地方收拾便宜貨的 那好了 反過來就是 同時之間 你香港那些資產 你樓、股票相對於外面那些 你是算貴的 那人家套現也都很合理 那現在我們正是處於這一種這樣的地方 就是我形容就是 好像在山頂現在剛剛落回來的那些位 那你說究竟樓會跌多少我不知道 會再跌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這一點我覺得 才是整個香港最需要擔心 因為沽出樓去攻干化 這個這樣接下來的影響 如果繼續發生下去 我們在說現在香港經濟已經不是叫做好 是不是 但是問題就是 未來一年可能會更加差 那這個就回到你剛才的問題 就是陳茂波說的那個財赤 可以動用儲備 那你也可以預期 今年其實肯定不只是1000億財赤 他這個叫做 預期管理 應該說去到現在這一刻 你已知的已經是 在說過千億 去到二月公佈財政預算案 那一個再修訂 我猜一定超過這條數 因為接下來你不見到 香港的經濟會好 你不會見到政府的收入會增加 那麼一個不小心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還要 如果要無謂地花多了些無謂錢的話 例如工程超支超時等等 你加起來了 結果這條數 你會計算就是 可能香港最多 如果這樣頂下去 就頂五年好了嗎 好了 問題就是回頭 我是假設一切不變 那當然政府可以說 我們經濟遲早會好 你怎麼知道 因為有太多因素 不受你控制 你說美金強到某個點 它自己都可能會開始放緩 它的加息部分 但我想提醒大家 大家不要覺得是 加息、減息 聯儲局好像有個按鈕一樣 我喜歡調熱一點 再調熱一點 或者調冷一點 不是這麼簡單 我之前在這裏都說過 如果要用十分鐘之內 解釋整個央行運作美元 怎樣印出來 怎樣影響香港 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大家這些是 你明明別人去讀整個學位 讀博士 搞了七、八年 可能就是研究一個這樣的題目 你要別人十分鐘說一句 解釋到給你 完全沒有讀過經濟的人 是不可能的 我只能夠最簡單地說就是 過去那十幾年 由2009年開始到2001年 這十幾年之間 其實這個世界是一個很不正常的情況 但是這個很不正常的情況 現在我們是不是回復正常呢? 還是會變本加厲呢? 去到這一刻大家就不知道 有些人就說 你如果看美國的長期利率 其實過去那十幾年 就是我說的 由2009年開始 這段日子是很不正常地低的 如果我們是回復正常 回復正常 可能是再之前那種日子的狀態的話 其實香港是要面臨一個很重大的泡沫爆破 才可能有機會慢慢重建那個基礎 那這個我想就是很多人在說的問題 但是當然那句 就是樓市差 就整體經濟環境差 就是可能大多數人都會 就是那個處境是會變差了 那這個我們就為之經濟差 再補充一個小故事 就是前幾天有個記者問我 他說 哇!你看看中國的十大富豪 全部身家都大縮水了 是不是代表經濟差? 那我簡直是不太想回覆他 因為這條問題問得很差 為什麼我說這條問題問得很差? 就是因為你已經 枯死了 框死了 你說因為中國經濟差 所以富豪的身家縮水了 現在我就找你利世民走去 去endorse我 去肯定我這個說法 我心想你有話想說 你就自己說 為什麼要找我幫你說 是不是? 這件事不合理 那我說 重點就是 你如果說過去兩年 你Jeff Bezos 就是亞馬遜的大股東兼老闆 或者Elon Musk 或者是 你說其他的美國富豪 其實你猜他們身家沒有縮水嗎? 他們身家一樣縮水 是不是? 那難道你說 這樣是因為 中國經濟差 不是 是因為美元強 全世界去槓桿化 有很多泡沫 慢慢在收勢 在爆破 其實中國 美國同樣面對著 泡沫經濟 那你說 現在美國和中國和香港 哪個地方的經濟數據最反映現實 那我就會告訴大家 香港因為是一個高度金融化的社會 所以香港很明顯GDP是有收縮的 這個是很正常的現象 這個是很正常的現象 就是因為強美元之下 對於這種高度金融化的社會是打擊最大 那問題就是 你說那中國和美國現在分別他們的狀況是怎樣 他們的實體經濟 至少我在美國這個角度看 美國的實體經濟不是十分之差 消費仍然有 中國我就不敢說了 中國現在的情況根本不是一個正常情況 你這樣去封城 這樣去天天浪費人力物力去溜避 這些全部都是浪費 那這些浪費 究竟最終帶來幾代的損失 我不懂得說 但至少你看到我在美國的觀察就是 大家在預計明年可能會有經濟轉差 明年如果美國有經濟轉差 香港、中國、大陸是不可能好 大家要看回貿易數據 其實中國也好香港也好 很多收入來源 是很依賴美國的經濟 如果美國經濟都說差的話 你現在已經這樣的狀況 希望你接下來的那一年會怎樣 是不是? 有些人想著 美國差的話一定是中國好 不是的 美國經濟差 中國經濟更差 其實你從2018到現在 很多經濟問題 至少在國際層面 其實慢慢浮現到 就是其實中美嘗試脫勾 Decouple 原因是什麼呢? 有些人就說 中國大陸當然是制度自信 道路自信 其實反而我覺得 在美國那邊 一直以來 和你中國的Coupling 最大的便宜 就是你有些便宜的出口 問題就是 現在中國的出口也不再便宜 其實供應鏈也移了出去 再加上你自己的那些 這個又要公道一點說 不是去到2021年之後 你中國自己 將那個供應鏈 搞到亂了大龍 其實中國搞到 地球供應鏈亂了大龍 不是第一天的事 不過最初呢 就是中國作為一個 購買資源 令到資源價格扭曲了 的一個國家 那好了 那現在沒有了這個問題 但是第二個問題 就開始出現 就是中國的供應 大家不是覺得那麼可靠 那所以慢慢 其實這個 全球供應鏈 那個重新整合 慢慢有很多製造 要搬出來 離開中國 那你在這些 這樣的因素 你加起來 你告訴我 香港的經濟會 前景是怎樣 是不是 就是香港經濟的前景 唯一的一個出路就是 如果我們可以重返 那種金融秩序裡面 我不是純粹說 就是2019年到現在 各種 就是大陸對香港的那種 一國兩制的完全破壞 這麼簡單的問題 你也都加上真的 美元這麼強的時候 其實對香港也是第二重打擊 那你說這兩樣東西 加上現在的狀態之下 你隨便你都要有些東西 慢慢逆轉 是不是 那你想一下 如果是亞洲金融風暴之後 好像我剛才所說 1997年 1998年之後 香港經歷了五年 大概的 漫長的衰退 漫長的通縮 那時候 最終 香港怎樣 叫做絕地翻身 你想回頭 有些人說是靠中國大陸 其實嚴格來說 又不可以這麼說 2008、09年之後 在香港股市 除非你是那些 世價股 學股 我不懂那些 你說香港主要的大籃籌 真是一枝獨受 唯一買一隻 就可以撐到底打那十年 其實就是700騰訊 那但是騰訊是一個 什麼一回事 騰訊其實就是 講了過去十幾年 中國經濟裏面 唯一一間公司 叫做 在壟斷的環境 在圍牆裏面 和政權 叫做 打了籠通 就成為了一間 超級的巨企 問題是這間超級巨企 你看一下現在的狀況 是不是 為什麼 其實由2020年開始 中國共產黨 是對這些 我們就叫做 割韭菜 但其實我想重點是 再複雜一點的 那個背後因素就是 根本對中國共產黨來說 這一筆財富 這間公司等等 諸如處女 對他們的統治是 沒有任何好處 是不是 那為什麼要留在這裡 現在他們的統治需要不同了 但是事實呢 就是原來 那十幾年之間 中國經濟好像還能站住 就是兩個原因的 一個就是地產 第二就是這些科網企業 那好吧 現在地產和科網企業 中國都打亂了 結果你得到什麼 所以這又是另一個因素 令到我們覺得香港經濟很難 好像2003年之後那種反彈 其實你說2003年之後 香港經濟是不是反彈得很好 嚴格來說都不是 香港的所謂創科 其實是非常之機會主義 投機主義 味道濃郁 你說美國不是這樣 美國都是這樣 不過他們有些東西 頭頭下機 就真的變成了現實成功了 剛才說世界首富的頭兩個 Jeff Bezos和Elon Musk 這兩個人 其實不是也是鼓鼓滑滑的很多東西 是不是 那好吧 問題就是 給他鼓鼓滑滑一下 他又做了一些東西出來 你中國大陸本來都是這樣的 你說馬化騰不是鼓鼓滑滑嗎 你問我馬化騰是鼓鼓滑滑 那問題就是鼓鼓滑滑的人 他最終他都叫做了一些東西出來 Anyways 現在你說回香港的經濟情況 我自己就覺得非常之暗淡 因為很多以前有的因素現在沒有了 但是當然轉變的東西 我們不知道會怎麼轉變 還有某程度上 我猜現在的價格 很多東西的價格都反映了 唯一就是我覺得 接下來 哪怕是就算可能股市 不知道為什麼又有一輪乾火 一輪虛火將它炒上 我說不要看淡股市的原因 就是因為 香港的股市是很容易受這些 很敏感的環境所影響 但是不代表真正的經濟是好 還是回到那件事 真正的經濟是好 應該是要一般人感受得到 我真的很大膽地說 其實 2003年之後 打喉 現在已經是20年了 快要來的這20年之間 其實是一個很漫長的滋漲和衰退期 即是說 當我們所謂經濟好的日子 其實不是真的經濟好 只不過是 有些人 因為他買了股票 買了樓 無端端賺了一筆橫財 那筆橫財的錢哪裡來的 其實也是北水來的 香港本來是一個吃四方飯的地方 不是只有北水 問題現在是連北水都沒有了 剛剛看完新聞說什麼洞庭湖 千年難得一件的漢災 其實大陸的資金環境何嘗不是 這個是短期值得擔心的事情 還有一些長期的事情都還沒說 包括例如你說氣候周期 你知不知道每幾百年 或者上千年 中國在一些大的氣候周期裡面 其實受的影響是特別明顯的 即是你看回以前的朝代輕衰 真的每一次出現悍災 基本上都反映一次大型的氣候變化轉移 中國是非常受這樣的影響 基本上你要看氣候和朝代的轉變 是明顯不過 但是這個我想說的重點就是 你將各種因素加起來 我都找不到一個好的緣故 找不到一個好的理由 我也想有人告訴我 不是的你看得太淡了 其實還有一些好的因素 我也想有人給一些樂觀的分析 我反而反而不想每次都聽一些仇人慘 不是說我個人要樂觀還是悲觀 而是我想看看不同的意見 是不是 Selon說到滯脹和衰退期 其實這些專用的經濟名詞 如果以後有時間 想你和觀眾朋友詳細去解一解 究竟這些經濟的專用的名詞是什麽意思 還有另外一件事都說了香港人四方才 我記得才也是說了陳茂波 是兩年前已經說了香港的三套馬車 都死了火了 粗號、消費、投資、開支 他今年不是說這三套馬車 他說社會在過了一段時間 覺得很溫暖 隨著放鬆放野的措施 很多人出去外搖 但是我都希望他們回香港消費都付出一點 是不是就大手筆一點 呼籲市民勞港消費 補機層做熱和 現在是不是怎樣 香港人是不是要靠香港自己的消費 帶動香港的經濟呢 那消費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只是想提醒大家 想起如果歷史 其實不是說很遠的歷史 就是我們這個年代的人都經歷過的 就是大概你回到2012年 香港人最喜歡去哪裏消費呢 其實就是回深圳去消費 那時候回深圳消費的原因就很簡單 因為香港港幣強 人民幣弱 那時候還沒有回改 但是就算你說現在這樣的情況 現在香港的情況其實跟當時很相似 不過只不過對象未必是回大陸 就是一 因為港幣跟美元強 那所以你看到我們說去日本消費好像很划算 去韓國好像很划算 那這個也是事實來的 因為 因為港幣真的強 那港幣強 那些人出外消費 當年曾經去到一個怎樣的地步 如果大家記得 就是當年甚至乎連民建聯都出來說要開征六路離境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憶 就是說香港人搭火車回深圳去消費的時候 每人每程要收你50元、100元、六路離境稅 去補貼香港的小商戶 當年香港的建制派是會有這樣的說法 你說現在跟他們說回大灣區消費 你給我打六路離境稅 我想 你記不記得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要100元港幣 就是好像要換138元、139元人民幣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是差不多 就是那時候人民幣是 但是那時候人民幣有公價和黑市價 公價就沒有做得那麼好的 但是你一般的人為什麼會想買港幣 就是因為希望買進口貨 那麼你隨著 其實你說中國大陸的經濟沒有改進過 沒有改變它的制度 又不公道 它有 但是問題就是 是因為原本的制度很有問題 但是你想回頭就是 它原本的制度有問題的時候 以前它會肯認 現在它不會認 但是你如果看回香港的情況 你說出口術 我們時時都說經濟政策最下的招數 不是那個招數下流 而是那個招數最沒用的就是出口術 因為人們就很受這個利益去主導 尤其是你的消費行為 你想想香港人 就是你減價便宜一點點 我們都直接走去排隊買東西 那你現在港幣這麼強 就等於全世界各國都跟你香港人說 說我們現在有折頭籌賓 大家來了 那香港人是很自然真的會去排隊 那你陳茂波這個 職責所在說兩句 又不用多少成本你就說了 但是有沒有效呢 那就不會有什麼效 是吧 拜登和習近平 他愛上去排隊的外野效應 並且不少國家都憂慮美國的政策和強美 會影響他們的迴落 那Selmon 其實外野效應究竟是什麼呢 以及現在也都看到 美聯署也說他會加息 但是加息可能也會放緩一些 現在 即是怎樣會日外效應呢? 其實最簡單就是 大家要知道這個世界 你買石油也好 買天然野氣也好 買木材也好 你甚至乎中國出口去美國 Walmart那些東西也好 全世界各國的國際貿易 現在都還是用美元計算的 即是你如果跟我說 中國有一間工廠 然後你是出口去世界各地 你猜你去跟別人報價的時候 你是不是報人民幣? 你當然不是報人民幣 人家賺錢給你也是賺美金 你也收美金 好了 在這個環境之下 當美元強的時候 即是說其他世界各國的人 他們自己拿著本國貨幣的人 例如你拿著 你拿著 港幣也不計算 你拿著新加坡紙才說 新加坡紙比較強 那你要去買外國東西就難了 因為你用美金計算 你看到的 這個世界在過去的一年 尤其是 貨幣是相對硬正的 那些 其實就是出口天然資源 那些 例如澳洲 加拿大 那 反而哪些地方 他們的貨幣就弱呢? 就是純粹進口 純粹買東西的人 那你強美原理 其實就是影響了這些 出口國 入口國的關係 即是當你的貿赤越嚴重的那些國家 在這個環境之下 生活就越艱辛 因為你入口的貨物 入口的各樣東西都貴了 那麼在這個時候 你便自然有一種 好像我們所謂的輸入性通常 其實不單止是輸入性通常 而是因為那個國家整體 它那個 負債比例通常都會增加 在這些時候 那所以 因為負債比例增加 你國債也好 私人債也好 最終結果是怎樣呢? 就是令到 你國內的各種價格都貴了 那麼反過來 你在現在香港的情況 就是香港的貨幣是強的 那麼我們就把剛才的故事倒轉想 就是在這個時候 就是那些人會借少了錢 因為你的錢很小 你會拿去消費 那麼你說 那麼對投資品呢? 就是對樓和股票呢? 其實在這個時候 反而那些人就會看著自己的樓和股票的價錢 哇!什麼我升了這麼多 我不如拿去第二樹買 買美股好不好? 我賣了香港的樓 去買美股博去升 最近說美股都升得很好 就是類似的這些想法 就反而會令到香港的資產價格 你就算不會倒跌 都不可能升得快 也都是因為這些原因加起來 就是剛才你所說的什麼日外效應 就是說美國它自己本身那個貨幣 其實是一種國際貨幣 不是只是美國自己 那你說 為什麼不可以出一種國際性的貨幣呢? 其實不是沒有試過的 人類歷史 沒有用美元之前 我們用黃金的 那為什麼在1930年代 黃金漸漸被美元取代 其實黃金被美元取代 經歷了都成五六十年 而過去五六十年 我們就是一個美元化的社會 美元化的經濟體 你不承認都不行 甚至乎你說人民幣 人民幣有幾次匯率改革 人民幣在任何匯率改革都沒有之前 我講的是70年代之前 人民幣是掛美金的 根本是美元的聯繫匯率 本來就是世界各國都在做 不過不是每個國家都做下去 原因就是因為 要守住聯繫匯率有很多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 那個國家自己本身不可以有財赤 那這個又回到香港的問題 就是剛才我們訪問的時候 我也漏了說 香港財赤最大的問題就是 去到最後 當政府是開始有結構性赤字 也都沒有盈餘給你再洗的時候 你是不可能繼續維持聯繫匯率 就是說如果香港按照現在的經濟狀況 你可以預期的 八年九年之後就不會再有聯繫匯率 守不住 就是那些人問聯繫匯率最終會怎樣守不住 聯繫匯率最終守不住 不是現在那些什麼東西 銀行儲備下降 不要再跟我說這個什麼 就是香港銀行系統的結餘 這些傻的事情 不是 香港聯繫匯率守不住的時候 在哪一刻呢? 就是香港政府要靠發債 去維持它的開支 在那個時候 就是開始要打聯繫匯率的主意的時候 現在還沒有去到那個位 但是你看到那個趨勢在那裡 不是那些銀行系統結餘 又不要再問我那條問題了 麻煩你了 我很害怕 甚至某時候不知道跑哪些人出來 又跑去問我 哎呀銀行結餘又下降了 是不是聯繫匯率又再風險增加 不是看這一邊 銀行系統結餘 其實叫得它做結餘 就是銀行借不出去的錢 我常常覺得那些人不求甚解 聽到一個題 就想了一個結果 這個是差不多先生轉 胡適先生當年寫這篇文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 這百多年來這個民族都沒有變的 不過算了 不再發那些勞騷 不過不要再問我 銀行結餘下跌 有什麼意思 沒有意思 等一下 美聯署現在發出的訊息 就是雖然的通脹都降了一些 美國都百分之去到七點幾 美聯署之前都是加息的步伐 都強硬的姿態 現在似乎都釋放了少許會放緩的訊息 叫部會放緩一些 例如以前加75個點子 現在加50個點子 這個對剛剛新聞說的外後 會不會有一個舒緩的作用呢 那麼你看現實的數據 你不是看美元的走勢 是吧 其實我想預期一向都有 它說什麼沒有意思 現在的預期就是 下一次加息的幅度沒有那麼大 但是問題就是兩個 一就是維持在這個高息的那個水平有多久 第二就是那個加息的那個 就是時間會不會拉長了 那麼你這兩樣東西加起來 其實都有影響的嘛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就是 就算是聯儲局主席 自己根本都不知道會搞到多久 也都不知道會維持高息是多久 我覺得大家主流很喜歡 就是看誰說過什麼 是不是即是反映他怎麼想 我們就覺得 就是我就是不斷強調這一點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講不明白大家 聯儲局不是有個制可以調熱一點 冷一點快一點慢一點 經濟不是這樣運作 其實他們都是就著市場 給他們那個反應 去調節他們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說他下一次加0.5 大家又看看通脹環境又怎麼樣 我覺得其實最緊要最直接的 就是看債市你就知道 所有講利息的討論 如果沒有講到債市 沒有講到那條 就是長息和短息之間那個差距的轉變 沒有去從這個角度去看 央行的政策呢 其實根本就可以不聽 我告訴大家 央行的政策其實很受著 利息市場債市的那個環境影響 而很肯定就是其實現在債市的反應 不完全是他們預期之中的 他們一直加短息 但是你看到長息那個上升 對整體市場的影響 是他們是有 你說不要憂慮是假的 你說通脹問題 其實如果你純粹看美國的環境 通脹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可以告訴大家 比起其他國家 比起歐洲國家 美國就不算很嚴重 現在反而叫救命的是歐洲 耶倫也好 鮑威爾也好 其實說他們的言論 基本上都不是說給我們亞洲這邊的人聽 是吧 他說那個日外效應 剛才說的 我想主要其實現在投訴得最嚴重的 反而是他們的歐洲盟友 但是美國就跟他們說 一早叫你不要這麼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 這個又不是完全錯的 問題就是歐洲他們自己本身 不只是有貨幣 宏觀經濟的問題 他們自己都有本身 能源政策這些微觀的東西 他們都是有他們的問題 所以就是這些種種 凡事種種的東西 如果你混合一起看 現在美國的加息步伐 很多人就做先知 說會加多幾場 又會維持到多高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說 現在在這一刻 鮑威爾自己也不知道 耶倫自己也不知道 大家不要想太多 Don't overthink this 不是這樣運作的 他們兩個不是有無限的權威 不是有未預約才知的行力 我發覺很多人很喜歡 尤其是 我想是賭勝很強的人 一些蛛絲馬跡都覺得 好像很有意思 可能其實他們根本沒有意思 第二就是再說一次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知道市場整體怎麼反應 第一件事就是學會了解債市 怎樣反應大家對未來遇息 利息的走勢的看法 是看債市 不是看他們說什麼 是這班人都要看債市的環境去做決定 那你與其聽他說什麼 還有一點就是 不是鮑威爾一個人決定 好了我們下個星期加息 不是這樣 聯儲局有很大的官僚機構 他們有很多事情是行禮如意 我覺得大家不要再過分解讀 那些聯儲局的言論 或者美國財長的言論 美國財長的主導的空間 主動性就更加弱 大家不要過分解讀這些 我覺得香港人很喜歡聽言論 或者我想以前在格林斯潘年代 就是這些言論 可能有時候會反映到一些事情 但是其實現在根本 你看聯儲局的行為 是很有規律的 而那些很有規律的事情 現在市場其實已經消化得七七八八 很少你說因為聯儲局的 當然如果你是短炒那些 炒一天兩天那些 即日升升跌跌的那些 其實都是倒下大勢 聯儲局意識的開結果那些時候 我告訴你一定是贏的方法 就是通常都會在前前後後 有些買法就是純粹買它 我不管你升還是跌 至於你超過某個位子 你用期權組合去做 有些人是做這些事情 不是每次都在聯儲局 意識前後就買定這些 甚至乎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因為大家都會做這些事情 變成那些期權的價格 已經連這些波動都吃了 結果就是根本無利可逃 即市場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專收聰明 你以為我找到一條絕世號 叫Sorry 早就有人想了 尤其是散戶 散戶真的不要跟事跟得太貼 或者不要以為自己 哇!我有一條絕世的方法 有一條絕世的秘符 我還打不贏你的大惡 打不贏你的大廠 不要那麼天真 不是這樣玩的 這個就是我唯一可以給大家的終局 很多人喜歡聽那些市場貼士 解讀 不要浪費這樣的時間 第二就是不要以為有這樣的機會 都不輪到你去找這些 陳文啊 不過我看到最深的數字 自現在美國兩年期和十年期的公債的利率 寫下至少十三年最大的跌幅 那這個信息你怎樣去解讀呢? 解讀的意思就是 對它的美元加息兩個數字之間的關係 意味著美國還會加息還是怎樣呢? 因為利率這麼低 所以它的加息 它會加是一定會加 因為反而是債價跌 反映了那個 就是現在大家不願意借錢出去 因為你通脹其實大家就不願意借錢出去 那麼利息是要加的 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 但是不正常的地方是什麼呢? 現在是短息的 息口更高過長息 那也都反映了這個加息的周期 其實不是一個長遠結構性的 就是這個預期不完全是這樣 而現在你看到他們就是慢慢去 就是嘗試去觸摸究竟市場 其實市場是在觸摸聯儲局會怎樣做 聯儲局又在觸摸市場怎樣做 其實整個市場活動都是不斷地 大家互相去猜渡對方會做些什麼 是不是?你猜我猜你 猜我做些什麼這樣 那這個就是我說 其實這麼多輪鼓來鼓去 慢慢大家會出現一個共識 但是這個共識慢慢又會再挪移一下 會調節一下 但是你看到很長期的共識就是 長息是真的升了很多 升回到08年之前那個位 是的 那這個我想是一個新的共識 那你說短息 其實去到現在這個位 其實跟長息已經一樣 那當長息和短息都一樣的時候 你要是長息再升 如果長息再升 那就真是麻煩了 要是短息要跌 那我覺得呢 你去到最終聯儲局 去到哪一刻就開始會減短息呢? 這個也是很有規律的 就是當有大的銀行 開始喊救命 你會看到的 他們通常業績開始 你看業績 他們每季報導 如果你看到他們業績開始放緩 那這個是第一個紅期 第二個紅期是什麼呢? 開始傳某些銀行他們的那些 最簡單就是CDS 就是他們的違約風險那張合約 開始增加了 那個保額 保金開始貴了 那你見到這些現象開始出現的時候 那你就明白 哦 似乎聯儲局應該那個周期已經到定 他們到時候都知道 你問聯儲局最關心是什麼問題? 是不是通脹?肯定不是 聯儲局最關心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銀行會不會爆煲 如果銀行會爆煲的話 通脹再嚴重也好 基本上那個不是他的考慮之列 因為銀行若然出現系統性風險 是整個貨幣都沒有足夠 是不是? 你長痛和短痛 我就寧願 在他們的角度就是 他們寧願不要短痛 是不是? 我們雖然正常人就是長痛不如短痛 但是做官僚的人就是 短痛就他要揹飛 長痛就大家一齊共業 所以他寧願選擇通脹 是不是? 所以呢 現在你看到這個 就是 大家說加息加到什麼時候? 是不是明年多少月? 又是那句 任何人如果很具體的 可以告訴你什麼時候幾月幾日 就會開始停止加息 他猜什麼時候? 就是一說一個鼓字 我覺得就很無謂 是不是? 幹嘛猜? 這些東西是不需要猜的 就是你了解了他的規律 你是到時要見機行事 就是你應該心目中有幾個可能性 你知道如果發生什麼事 就有些什麼可能會被觸及發生的 這種才是你去對未來的那種看法 不是說 好了我猜他明年三月就不再加了 那些 那些 猜來做什麼? 開了出來不中 那些 但是很多人就是 思想很簡單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了 總之你告訴我這波是大還是小? 不是大是小的 是不是? 你把賭大小的心態拿去看你的財富 你想想這個是一個多麼扭曲的世界 是 西文 這些專業的數字 專業的名詞 我希望下次請你幫我解釋一下 通脹 人家讀很多年書 你是要我15分鐘說一些東西 是要人家可能上一個半月課才能明白的東西 當然不一定是每樣東西都要用一個半月 或者用整個學位去明白的 我想大家反而要明白是一些很基本的 一些基本的原則 不是那些很技術上的問題 基本原則包括什麼? 就是 如果你作為一個散戶 你應該有一種散戶的心態 這個說法一點都不專業 一個散戶的心態是什麼? 你知道當你都聽到那個消息的時候 你應該就是 全世界有五成人、六成人都知道那件事 那你要問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現在的價錢還沒有反映你所知的那件事? 是吧? 很多人就是 你不如分析給我聽 我也分析給你聽的那件事 價錢反映了 你純粹是 只有一個知字 沒什麼用 你真的要 要知道的東西就是 是要有一些良好的個人習慣 每個月用 就是用錢之前 先把那些錢拿去投資儲蓄 就是這些個人良好的習慣 那些人就不說了 然後真的 你應該是誰 說的 你應該是誰 要是誰 你應該是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